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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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西不由觉得好笑 他忍住笑意 陆毅为了救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来报答陆毅才是 怎么 你喜欢他 上官西的神情甚是严肃 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 而且上官西也很少开玩笑 惊吓浑身不自觉抖了一下 比刚刚拍吻吻吐吐吐到 没 没 没有 上官姐姐 你误会了 我和陆老师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怎么可能 那你是天上那个还是地上那个 我当然是地上那个 惊吓心里的另一个声音道 我当然是天上那个 那人除了有钱有盐 一身的坏毛病 关键有时还不诚实 钱 总有一天我会有的 盐 我也不差 惊吓在心里美美地自恋了一番 斗了这么久 上官西也不忍心再斗下去了 简洁明了道 惊吓 你误会了 我喜欢陆毅仅限于朋友之间 我和陆毅也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陆毅他面上冷淡 实则是重情重义之人 你也看到了 能为了一个好朋友奋不顾身 如果你要是喜欢他 就大胆地去喜欢 七仙女和董永不也幸福地在一起了吗 今下不可思议地望着上官西 心中有些羞愧 怎么胡乱猜测他们的关系 上官姐姐 对不起 我 今下有些难以启齿 上官西笑着说 数口水给你 等会见 望着上官西离去的背影 今下深深叹了一口气 明天出门一定要看黄历 别再出点意想不到的事才好 可是等不到明天了 他一出洗手间就撞见了陆毅 陆毅问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问题道 你的初吻是在什么时候 导演的助攻算是白大了 陆毅始终想不起来 那种熟悉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只能厚着脸提问今下 陆毅更想知道的是 那种感觉是 惊吓给他的 还是另有其人 惊吓到吸了一口凉气 好不容易平复的内心又掀起了波澜 他诧异地看着陆毅 是陆毅想起了什么 还是蓝清悬出卖了他 你问这干嘛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 我可不想我的初吻献给了一个没有初吻的人 26岁了 还有初吻 他救了他好像也不亏 惊吓不禁笑了起来 陆毅一脸懵逼 笑什么 没什么 他这才留意到陆毅的左手握着的是他的手机 把手机还我 先回答我的问题再还 讨价还价 那就慢慢杠 哪一个问题 初吻是什么时候 拍吻戏前你怎么不问 现在问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了 上天怎么赐给今下这么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让陆毅都没法往下接 可他毕竟是陆毅 刚刚拍的吻戏播不播全在我的一面之间 如果你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你的银幕初吻就还在 今下轻笑一声 你还是让他播吧 能和影帝拍吻戏 那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 我还等着靠这部剧走红呢 陆影帝 谢了 还真是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野猫 陆毅神色严肃了起来 那你借不介意和影帝有婚约的事泄露出去 婚约的事一旦泄露出去 今下这一辈子都别想红了 他的日子不好过也就算了 万一陆毅的那些无脑粉丝牵连他的家人 那可就糟糕了 小人今下心里暗骂 面上怒道 陆毅 算你狠 我也是初吻 我若是骗你天打五雷轰 今下也不算是说谎 毕竟初吻真的是给了他 罢了 陆毅选择相信他 这个问题不追究 可手机的事他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他把手机递给今下 你手机里的秘密我已经知道了 想不到 陆毅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是在炸今下 今下不屑怂怂间 悠悠道 知道了也没什么 你本来就是个讨厌鬼 给你这个绰号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绰号他一点也不意外 倒让他想起了他在五零二看见的那只公仔熊 公仔熊上贴着道 陆毅你是一个讨厌鬼 陆毅暗暗吐了一口气 他早该想到的 如果不是跟他有关 今下又怎会誓死不让他看 别以为你自己在我这里没绰号 你打我电话看看 他想验证他的猜测 今下很无语 也很想知道陆毅给了他怎样的一个绰号 当着陆毅的面 点进了手机通讯录 点了置顶的名称 随即呼叫 陆毅见到置顶那讨厌鬼三个字 真是哭笑不得 不过 心里有点小兴奋 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虽然是讨厌鬼 但是置顶了 说明他在他心里还有一定的位置 只是那位置有点灰暗 电话通了 今下却没有听见陆毅的手机铃声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被甩了 你手机呢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你没带 他还真想这么说来的 可是今下昨天给他上了一课道 做人要诚实 否则运气不好 还真是 他连他的初吻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他将衣兜里调成静音的手机拿出来 小眼猫三个字映入今下眼帘 他好气又好笑 双眼瞪得像同龄 怎么样 是不是很符合你 陆毅似笑非笑着 他狠狠地白了陆毅一眼 不符合 我觉得我取得更为贴切 讨 厌 鬼 惊吓愤然离去 路易一个劲地笑 笑出了皱纹 刹那间 他脸上的笑容全无 心想着 到底是谁夺走了他的初吻 又是什么时候 好 侍 侍 侍